后来的 因为那时候结了婚了嘛 因为生了孩子 我想就算了吧就这样 过后就是 有一次孩子生病了 我给他打电话 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接 后来他把手机都关了 其实当时 我也知道孩子生病嘛 这件事情 我做得最魂的一次吧 孩子生病了 在医院没有钱我也急 在外面要钱的时候 就是我向对方要钱的时候 想要一部分回来 给孩子在医院里面看病嘛 没想到要到最后 就是对方给我的手机 都拉黑名单了 我也很着急 我最后就是无知所措了 我把手机都关了嘛 就是那一次追魂了 回来钱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也不联系老婆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孩子跟他关系好吗 孩子 不好 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开开心心的 父母领着去动物园啊 游乐场啊 我们这孩子这么大了 甚至都没去过 你们结婚之后他是长年在外头 还是也在家里 孩子小的时候 我是经常在家里带孩子 他是一直说在外面挣钱 挣钱的 然后他也没挣了多少钱回来 每个月的工资 都没有他拿出去的多 等于你结婚之后 就不工作了是吗 对 我就在家里带孩子 你在家里带孩子 按照分工你是出去挣钱是吧 对 但你挣不回来钱是不是 对 钱都从哪来呢 爸妈给点嘛就是 他在外面工作的努力吗 不努力 那你在外面干嘛呢 其实不是不努力嘛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想嘛 我在工厂里面 拿一点点那个收入 怎么给老婆孩子带来美好的环境呢 就是自己一直在外面 想拼搏啊什么的 你都干嘛了在外面拼搏啊 在外面像朋友啊做生意的 就是一起跟人家过去 后来到最后 其实把那份工作自己也弄丢了 等于这么多年来 你无所事事是这意思吗 就六年来你可能做了很多事 但是一事无成 对 努力了吗 其实我也在不断地努力啊 可是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 你现在在外面欠了钱了是吧 对 欠多少钱啊 大概二十万嘛 怎么欠的呢 做生意亏了 还有做事的时候请人家吃饭啊 都是消费比较高的嘛 就是这 花钱应酬是吧 对 就光应酬了是吧 对 说白了这钱不就乱花了吗 是这意思吗 对 欠了二十万呢 平常人家借给你钱的人 不问你吹钱吗 我家里面亲戚啊 朋友啊 就是一直在吹这个钱 所以我想把家里面这个房子 卖掉还清债务嘛 从头再来嘛 你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吗 不知道具体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 那你们怎么过日子的呢 你都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 过日子 因为之前我都是跟公公婆婆坐在一起的 吃什么都是公公婆婆的 那现在你要卖的房子 那现在你要卖的房子是什么房子 就是我们家仅有的一套房子嘛 这房子是谁的呢 我父亲他们的房子嘛 你还要卖你父母的房子啊 就是我是家里面围的儿子嘛 想把这个房子卖了 就是买栋小一点的 剩下来的钱就是把我还清外面的债务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